中央社台北二日电去年震动中国社会的吉林长春长生工 次问题疫苗案发生后,中国官方今天再次公布相关惩处 其中,前中国国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 成员、副局长吴珍被开除党籍并移送检查机关 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,此事建议全面调查 决定对六名任免权在中共中央的中管干部做出予以免职,责令辞职,要求 引就辞职等处理,并对42名非中管干部严肃处理 其中,厅局级干部13人,县处级干部23人,乡科级级以下干部6人 热嫌职务犯罪的吴珍被开除党籍并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吴珍被指在分管药品监管工作中不担当,不作为,逊私情,在履行药品监管职责中滥用职权, 严重削弱国家对药品的监管,为亲属经营,活动谋取利益,把药品监管权力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, 利用职权与监管对象大搞利益输送,权钱交易,贪图享乐,腐化堕落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指出,吴珍除了严重违反,党的纪律外,也涉嫌滥用职权犯罪,受贿犯罪 央视财经一月底曾将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列为2018年十大消费侵权事件 2018年7月15日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,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生产 狂犬病疫苗的过程中,有的批次混入了过期原液,部分批次不如实填写生产日期和批号 有关部门在调查中还发现,长春长生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65 断鱼之百日咳、白喉、破伤风疫苗也存在问题,并且已经销往山东、河北、重庆等地 一时间,疫苗用药安全问题得到社会空前关注,相关惩处陆续公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销长春长生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,并罚每款人民币91亿元约新台币4 10亿元,身交所对该公司股票强制退市,公司董事长高某方等18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编辑,张书玲10800202 小牧吧